雖然臺灣今年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 但是目前已經有二十一個國家 表態 呼籲WHA不應該排除臺灣 而另外 備受批評的世衛秘書長 譚德塞 二十四號則是高票當選 將再連任五年 高喊臺灣可以幫忙 五國友邦 聖克里斯多福及寧威斯 在WHA第三天發言力挺臺灣 強調臺灣對全球公衛的貢獻 包含海地 聖文森 帛琉等 九個友邦也接續發言 呼籲世衛組織不該排除臺灣 不知我國友邦 日本捷克這兩個理念相近 國家也對於臺灣無法參與 WHA 感到不滿 強力支持臺灣 截至二十四號已經有二十一國在WHA發言挺臺 外交部表示 臨年相近國家在會中聲援臺灣的力道 還有聲量是更甚以往 對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也再度呼籲WHA要秉持專業與中立 儘速接納臺灣 另外市衛秘書長 譚德塞二十四號也確定連任 將會在掌管 世衛組織五年 譚德塞是這一次秘書長唯一的候選人 雖然高票當選 但是卻沒有獲得自己母國 伊索比亞的支持 外界對他的領導能力 也感到質疑 尤其在新冠疫情處理上表現不佳 出現批評聲浪 二零二零年 譚德塞更曾激動指控 臺灣對他進行人身攻擊 記者 韓音朋友組整理報導